字幕 李宗盛 今天的路線就是這條 梁景村上波羅山再去下百里 大家可以乘巴士或輕易去梁景村 去到這就轉左上山 開始都是石屎路,波都有點斜 因為會接近把場,所以不要在有射擊練習時來 開始時都有很多樹檔,陽光 不過之後很快就會很開陽 這裡周圍都被山包圍住 今天還有藍天襯托住這片陵網 一路向著下百里方向就會經過峽谷 這裡其實有其他路線去青山方向 不過難度就高一點了 上到高一點就已經看到喉海灣 沿著山路走,有時都很曬 而且要小心路面有很多碎沙碎石 上來交通都很方便,所以很多人會上來 在這裡拍照,或者去下百里拍日落 左邊那裡就是青山法蛇站 那邊山路和陡礁很多 左邊那邊是青山發蛇站 那邊的山路有很多陡礁 下下就會發現周圍的植物疏落了很多 這邊風化和侵蝕比較嚴重 形成了這裏就沒有蠻植物 看到這個牌已經到了峽谷 下面這條路就比較安全 我們看看這個打卡熱點 天然風化而成的峽谷 要不是去夏伯麗呢 在這裏等日落都很漂亮 這裏都今天很多人在不同位置拍照 再多看整個峽谷 之後就繼續向海邊出發 沿途都是多沙石 可以慢慢走上去看看風景 黏珠 然後再裏都一些侵蝕而成的裂縫 周圍都是一些侵蝕而成的裂縫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我们就在这个位置下山 下山转右走 下山之后我沿着这条路走 沿着腾弯路一路向海边方向 网上就见过有人有路可以走近些 不过今次就走到村公所那边游 顺便买一下夜饮 前面就可以吃东西或者买东西喝 而且一会儿酒也是在这里搭小巴出去 一路走进去周围都有农作物 这边也是很清幽和舒服 今天经过还见到一堆羊 穿过这里也差不多到了 终于来到海边大家可以拍照 两个人打卡 风景很漂亮所以很多人在这里拍日浪 穿过去就去山岸那边 在海边就算没东西做 个人都可以放松一下 不过今天这边太多云了 所以就不好看到日浪 看来下次要再来拍一次日浪 如果拍日浪 这里只是一个好地方 可以看到天空有蓝面叉 明天好的话 那样好像一片金黄色 下次见啦 拜拜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蜜 然后再来拍一次 全部都会变成 你 并且不吝点 也不吝点 本来不吝点 带来不吝点 我会去看